你們還記得嗎 人類再度被巨人支配的那一天 當超大型巨人出現於城牆之時 他們的恐懼還有臥門的震撼 而也許你還記得 愛連母親被巨人吞噬的螢幕 也許你還記得 幼小的男孩誓言要消滅所有巨人的螢幕 或許莎夏在焦灌面前吃飯煮的模樣 永遠令人難忘 或許主角才第五集就直接陣亡的衝擊 令人絕望 但不能否定當人類首度戰勝巨人的那一刻 終於實現 畫面與音樂所表現出的臨場猛派感 還有內心的熱血感動 是許多作品完全無法比例的 更不能否定 在披上了調查兵團的象徵後 其後的種種故事 種種戰鬥交鋒轉折 是一層接著一層 一次比一次還要震撼實施 這就是許多人所所悉的有修雲鏡 許多人所喜愛的壯火音樂 有著調查兵團奮鬥犧牲的世界 有著巨人與人類不斷抗爭的作品 其名為 晉級的巨人 大家好我是雅次元 晉級的巨人 以此為名的原作漫畫自2009年開始連載 而相信在2013年之後 幾乎沒有人會對這個作品的動畫化感到陌生 那一年巨人捐起了前所未有的蜂巢 也是那一年我因為本作進入了AC區的圈子 對我又可能都蠻懸彩流年而已 高水準的作畫 優秀的配備與主題曲 震撼力十足的劇情展開 還有在當時極少有的嚴肅血腥史詩風格 讓這部作品的熱度瞬間盼上了巔峰 應該說 晉級的巨人擁有一個 從來沒有人嘗試過的新鮮主題曲 居性呈現 在這種日常與萌西後 供應世界滿天飛的時代 在說我之間 但真的是這麼一個時代 在這樣的主流之下 他是怎麼一軍突起的 我個人猜想的答案很簡單 那就是Y-Studio下了一個大賭注 接下晉級的巨人這個由 劍山創老師所描繪的奇妙漫畫作品 然後奮力一直偷出最多最大的心血 在畫面音樂聲優主題上層層到位 徹底打造一個沒有人看過的特殊大作 然後呢 他們讀對了 巨人這個在以前很常見又極為普通的詞彙 會頓時生命大造 晉級的巨人的壯闊史詩 要從人類與城牆開始講起 距今一百多年前 人類的天底 巨人風有越現 在壓倒心的懸殊力量面前 人類不斷失去領土與性命 直到三道堅目可遂的城牆 瑪莉亞 羅斯還有希娜被建成 人類才暫時逃過滅絕命運 就此和平度過了一百年的時光 然而 牆內的和平假象就在某個風平浪靜的日子裡 於一夕之間被突然現身的超大型巨人 還有凱之巨人瓦解 千強刀刀刀破壞的主角母親被傳聞的巨人所持 人類被迫撤退到羅塞之牆內存活 就此在瑪莉亞之牆陷落活的五年 如任進入第104期病團訓練的主角艾連 誓言要殺光所有巨人 並且總有一天要親身去看看牆外的廣闊世界 然而他與之後的調查兵團 與所有人類接下來要面對的 不只是有關巨人的秘密 城牆的真相 還有耳魚火炸的騙局 與他們為敵的 除了逐漸被討伐殆盡的巨人外 還有整個世界 近期的巨人在我眼中之所以精彩 不但因為請來的 所以紅之大師成就許許多多無比壯闊的曲目 讓無論哪一個片段 哪一個場面都顯得氛圍獨到 更因這個原作故事本身 擁有層層疊加的伏筆與 對極的胃口的世界觀設定 一開始在我還沒去補漫畫之前 各種超乎常理的展開 不斷刷新我的價值觀 在認為這是個超棒的作品的同時 卻又為了奇異的復活變身 打鬥戲展開而感到困惑 然而巨人的優異之處正在於 他幾乎已經收掉了 所有曾經買過的伏筆揭開了 許多以前的劇情暗示 而更令人佩服的是 他利用的不是單純的解釋性對話 來揭發真相 而是善用在場所有角色的特質 用他們的智慧、言語、行為 來揭示一個個暗藏的伏筆 又或劇情 阿米和韓奇就是一個很好的意思 因為他們的行為 不對 因身為調查兵團的智囊般的存在 他們總是能在危機來營前 預知、判斷並且扭轉局勢 對於劇情推進的人 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當然說到本作的一大重點 就是淋漓競技的爽快戰鬥場面 藉由最強的人類 李維兵長還有米卡莎等人 利用立體機動裝置 自帶應經營BGM的精彩打鬥戲 讓整體質量更上層囉 能聞能武且面面俱到 這樣的作品現在還看得到多少 同時也有艾文團長那狂氣的領導氣質與氣氛帶動 以及艾連雖然中耳善變 卻又固執的個性演出代表主軸 已經讓這個人人熟知的IP 成為了數一數二的劇情大作 簡單來說 在這部作品中的人物塑造相當成功 幾乎所有大小主角配角 都背負著可歌可泣的故事 或許是微不足道的犧牲 或許是自我理想的成就 又或許是家庭背景的掙扎 是的每個人都有一個故事 而這些故事背後所集結而成的 是無盡的執著、夢想與絕望 以下的部分有動畫、劇情爆雷 還未欣賞完本作者請自行迴避 近期的劇人所強調的價值 無非就是自由、自由、還有自由 然而這個所謂的自由 是以捨棄希望作為代價換來 還是以進入絕望作為交換呢? 又同時為了追求這個得來不易的自由 犧牲了多少士兵、多少英雄的性命 近兩年前我在Fate Zero的兩部長評解析中 提到這是一個希望、絕望與願望 所交錯而成的命運之師 而真要說的話 近期的劇人也相去不遠吧 只不過她沒有那麼的悲欺 而是要再更現實一點、更熱血一點 高舉自由之志的絕望 這就是本作的世界所展現的真實 艾琳為親眼見到母親為巨人所食 所以打從心底痛恨著巨人 發誓要將他們抑制不勝地殺光 隨後為了追求這樣的理想 她努力成為訓練兵團中的優等生 鍛鍊自己砍殺巨人的力量 卻不知道有一天她也變成了巨人 人類史上最絕望的一日再次來臨 無法戰勝巨人的心靈陰影深埋於士兵的心中 但正因為艾琳可以變成巨人這樣的轉機 那些亂世中的智者們 那些污竹中的清醒之人們 將這歷史的奇蹟轉為人類的歷任 並且在更多的犧牲與失敗後 換來了人類首度的勝利 一直以來居住在狹小的城牆內 人類終於看見了自由的一絲光芒 照耀於高聳巨牆內滿部烽火的城鎮 而披著自由之意的調查兵團 更視此為人類最後且唯一一舉反攻的機會 帶著艾琳與令斯奇的新兵 再度展開了必外的調查 自由的心願展翅高飛馬蹄奔彈於一萬五屆的原野 然而看似充滿希望的夢想追逐 不過不久便再度懷滅 人類再度意識到在壓倒性的絕望面前 自己是多麼渺小而無為 巨人的位置又恐怖 再再提醒人類希望是種輕輕鬆鬆就能被折斷的東西 所以人類又輸了嗎? 不,並沒有 因為這次有調查兵團 他們作為人類最顯現的先鋒之矛 是歷經了無數的失敗不計其數的犧牲 換來了兵團的長大 調查兵團不會因認為贏不了就乾脆放棄 不會因一點點的挫折就停止前進 就算是兵一個接一個壯烈成人 在為了眼裡看似惡魔戴艾爾文團長 列為兵長 韓吉分隊長等長官依然選擇晉級 捨棄部分的人性捨棄自我的私情捨棄對巨人的恐懼 他們化為比誰都還要勇於挺身而出的狂傲之人 賭上人類的榮光而努力奮戰 因為什麼都無法捨棄的人 做不了任何事贏不了任何賬 一次又一次 隨同更加成熟 卻也一個接一個離開的104期 調查兵團不斷面對更加深沉的絕望 卻也逐步接近真正的自由 他們推翻王政 奪回領土 賭上城牆的破洞 發掘智人的真相 以莫大的犧牲 他們前進 為了自由之一而戰 而到我們所見證的最後 在瑪利亞基強奪還作戰後 百元軍團只剩屈指可數的九人 有些曾經的友人成為敵人 兵團的精英老手們成為了回不來的亡魂 李維班犧牲了 憨接部下犧牲了 直到最後一刻都在追逐理想的團長 也奉獻自己的心臟犧牲了 回到城牆之上 在民眾的煌武神中 他們帶回了作戰成功的消息 與地下室的真相 對於人類來說 是可喜可賀的 是值得慶祝的大事 但九人披風飄蕩的孤級被影 說明了連吊咽死者都來不及的心酸 他們只能驚信 那些團伴們的死不是毫無意義的 因為那些勇敢可憐的死者 將理想與意義託付給了身為生者的他們 為了在這美麗而殘酷的世界 殺出一條通往自由的邪路 自由的代償是什麼 你問 我猜大概只能說是無以名狀的歷史吧 在這時上人人生而平等 大聰出生以來 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自由無居的生命 在成長的過程中 沒有人該被任何環境 任何體制所束縛 更沒有任何某個人或哪些組織 亦或是某一國能夠奪走屬於任何人的自由權利 艾連等人不想受信於狹隘的牆內苟且偷生 因而追逐夢想尋求自由 他們砍殺阻擋在前的巨人 打擊欺騙大眾的王政府 迎面朝向世界無盡的惡意 最終在經歷了這麼多之後 艾連、米卡莎與阿爾敏三人誘實的夢想終於實現 燃燒之水、冰之大地、沙之血緣、還有廣闊無邊的大海 他們只為了看看這遼闊的世界而選擇了調查兵團 如今他們抵達了夢想的彼岸 但是也因為經歷了太多 艾連不禁猛心自問 我們自由了嗎? 當時艾連說了這麼一段話 海的另一端有自由 為止都是如此相信的 但是我錯了 海的另一端有的是敵人 如果把那一段的敵人全部殺掉的話 我們就能自由了嗎? 城牆的另一端有著什麼? 對他們來說有巨人有夢想 有商人取之不幸的巨大炎湖 也有虎視眈眈的未知敵人 對我們來說呢 在海洋的另一端有什麼? 近期的巨人一直以來都不只是個單純的劇情作品 本作所探討的議題 所提及的哲學反思 對一些人來說 是會牽涉現實政治社會 影響體制思想的價值觀 裡面的調查兵團 即是體制下的抵抗者 亦是揭露真相的執政者 王政府於那些不懷好意的世界 則是滲透的惡意與誤會的執政者 基於巨人等同於架在自由面前的高牆 是自開天霹靂以來即存在的阻礙 而屬於九大巨人之一的晉級的巨人 是無論在哪個時代都為了自由而戰 為了自由而不斷前進的象徵 動畫與漫畫裡 敵抗者們揭發了真相 驅使著進擊而擊破橫數的高牆 從此以後 三大城牆與屬於有方的巨人 不再是人類的束縛 而是堅實的防線 僅僅是為了自由 士兵們犧牲奉獻 換取了得來不易的希望 那我們呢? 以前擁有自由的我們 生活在幸福世代的我們 是否有著阻擋任何惡的決心 有一個相信不少人都聽過的故事 以前有某座小島 其上的人民在歷史上曾被殖民統治 侵略轉移政權 有好長一段時間 人們的思想被操控 被蒙在鼓勵而見不到外側的世界 而後終於在幾百年後 社會歸於安定 體制走向開放 並組起了一道無形的牆 一道名為民主的牆 不是用來與世界隔離 而是為了阻絕大海對面的一個威權大國 數年過去 島上的人們逐漸忘卻牆外一直存在的威脅 把自由民主視為理所當然 然而殊不知惡意已經滲透到生活的各個角落 這個故事有兩種結局 一種是島上的人民一時覺醒 賦予頑抗守住珍貴的自由 另一種是捨棄自由立庇護 換取和平的假象 那麼你比較喜歡哪種ending呢? 艾文團長曾在成功推翻完全後延道 人類不得不走上更艱辛的經濟之路了 要換取自由必有其代價 無論是必須將敵人趕盡殺絕 還是犧牲無數有志之士 在這個時代想改變體制或走向幸福 從來都沒有潔淨 根本是成天混吃等死就可以維持平和 或許確實人們不找個東西沉醉就活下去 也因此所有人都是某些事物的奴隸 可能是酒 可能是女人 可能是娛樂 又或者是沉醉於不著邊際的假象 但寧可沉醉於真實 也絕對不要潛逆於虛假 就算成為了自由的奴隸也罷 至少如果哪天成功守護了得來不易的幸福自由 我們可以交代跟子孫暢談 當年我們是為了自由而奮鬥之人 調查兵團是如此 現實中的我們也該是如此 如果把敵人都殺掉 我們就有自由了嗎? 可能吧 但是假使我們再不醒來 毫不容易擁有的自由 將一續不復返 屆時還談何抵抗 每個人都有一個故事 而這些故事背後必有夢想的執著 近期的劇院跨越十年的時間 形塑一個充滿絕望 卻比任何作品都更加深藏自由理想與正義的故事 它是我的第一個入坑作 也是我所見過最史詩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它所闡述的不只是為了自由而戰的理念 更是對於現實的社會中 對於威壓體制與人們的警惕 裡頭所發生的種種 被世界以往的增加也好 士兵們的奮戰這次也好 團長與我們退出的精神豪華也好 其實到最後一兵一組也不放棄的結局也好 這些東西不論到了2019、2020甚至更久以後 我們都該以你為戒 如果我們還想要延續自由的血脈的話 那該是時候清醒了 不然等到我們這些溫水中的青蛙 無意間被奪走了一切 什麼都不剩的時候 那就真的是來不及了 那一天 人類回想起被劇院支配恐怖 以及被囚禁在鳥籠裡的恥辱 但也是那一天 人類點燃了反擊的狼煙 將悲憤化作紅蓮宮石 善哲不公的世界咆哮 他們披上自由之意 為了理想獻出心臟 即便知道所追尋的前方是 無盡的地獄是屍海所鋪陳的道路 為了自由的美夢 為了沉沖景的真相 他們甘願付出一切 奇蹟之曉那堵高牆的背後究竟有些什麼 而只要太陽尚未溪沉 聖魂群的玩意就不會再黃昏響起 就算如紅天鵝般 非常的魚翼沾染非紅之夜的心血 他們依舊不會停下前進的腳步 一旦終將推進到波浪的彼岸 一旦人類終於戰勝了巨人 戰勝了世界 屆時或許也能高聲解呼了吧 高坦我是自由之聲 呼喚只屬於我們的名字 進階的巨人第三季完結了 不過前方還有更多未知的光明景色等著我們 所以請別忘記 屬於他們的過往還有真正的一切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AC巨人創作的話 那還請多多分享鼓勵與支持 按下那顆訂閱鈕 還有追蹤FB推特和AG的最新消息唷 我是雅思雲 我們下回合再見